Hello 大家好 我现在要带你们去吃一家 在唐户开了有27年之久的一家 非常非常火热的沙锅 金鱼沙锅 他们家每一次到工作日的饭点的中午的时候呢 门口的车全都是爆满的 然后来往就没有位置了 然后今天我来的比较早 然后我来带你们尝尝他们家特色的沙锅 正月19才正常的 一推开门 哇 这么多人惊悦 面积挺大 前排的大桌椅 后有点像个教室客桌的摆设 大食堂的感觉 喧闹的人生 没有高大上 特别结底细 放眼望去 全是老爷们 服务员忙得一路小跑 再看看后出 熬一个刷锅 忙得不停 好 好 来玩笑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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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单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上面还不忘贴满胶布 菜品的照片更是朴实无华 有一说一 鱼肉鱼骨酥烂入味 咸淡适中 滋味鲜美 有家的味道 即使刺有点多 还是忍不住想吃 大葱炒鸡蛋炒出来整整一大片 黄灿灿的 光看着就很有食欲 羊肉丸子 肉丸串的很紧实 配菜是白菜和粉条 没有奇怪的味道 只有纯纯的羊肉香 热腾腾的一大碗 吃着肉 再喝口汤 说说 选择鸡蛋砂锅 相比羊肉丸子砂锅 多了豆腐和鸡蛋 量更加的实在 满满一大碗菜 酸酸的 开胃又下饭 没有浓油赤酱 简简单单的羊白菜 浸着炒鸡蛋的清香 家常的味道 饼丝 口感柔软 后来一搜点瓶网 这个最像是天津排名第二的炒饼 吃了这么多菜 三个人花了不到八十块钱 经济实惠有大众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